主要三四章就要幫你做一個總結 把你學過的這個電學跟磁學 然後把它整理起來 做一個總結 OK 所以到目前為止你學了這個電 電學 然後你也學了這個磁學 那基本上電學就學電場 磁學就學磁場 然後再來你 分別 了解到說 電學的話有所謂的什麼 有所謂的這個高斯定律 然後那個另外呢 我們在學磁學的時候一開始學那個安培定律 那實際上在磁學裡面有高斯定律 這邊有一個高斯露 然後這個安培露 OK所以 所謂的 這個Marswell equation Marswell 的四大等式對不對 一般 這個 就是你如果 江癌如果遇到一個口試 口試文 請你寫下 那Marswell 的等式來 那Marswell 就是要寫 電學跟磁學 的 各自的什麼 高斯定律安培定律 高斯定律安培定律 把它寫下 就是Marswell 的四個等式 那我們後面就會從Marswell 四個等式去導出這個電磁波的一個 一個 震盪來 OK 好 所以如果是電學的話我們學到高斯定律學什麼 學說他是 電場對面積的一個積分 然後另外你要講你要 包住一個體積來包起來 那包起來後 他這個 電場對 面積 的一個積分算出來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你所 包住的那個體積裡面的這個電荷 所以這代表說 電場是從電荷所造成的 Q in close 被包起來的電荷除以 Epsilon 0 所以是 電場的這個 高斯定律 那另外電場的安培定律是什麼 就是 安培定律是什麼 是 你如果不熟的話就寫下面這個 磁場先寫好 安培定律是什麼 就是 你不是已經算出來了 那個 一個電線 然後你在外面看這個電線的時候 你有一個磁場 那磁場是什麼 是2πr分之 μ0i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告訴你 那你就 沿著這個磁場走一圈 限積分 那限積分 進來以後就等於 等於你 圈柱的裡面電流大小 我當初這樣講 你記得嗎 所以安培定律告訴你說 磁場對 那個 那個 Curve的線 就是 轉移圈的線 線做積分以後 答案呢 這個線勾住的什麼 的電流 大小 對不對 所以磁場對 對這個線的積分 那 電廠對線的積分是什麼 這我們剛好學到了 電廠 在裡面 對線的積分 對是電位 沒有錯 是一個 電位對不對 那當然一開始寫一個負的 負的電位 Epsilon也負了這個 然後後來 後來又學到什麼 這電位 會 如果在這裡面有什麼 有磁通量 在變化的話 是不是會有什麼 會有感應電動式 對齁 所以最後發現到它是什麼 它是跟 感應電動式有關 所以這感應電動式是什麼 是磁通量 B 的 Flux 那這頭磁通量要弄清楚 這個磁通量是什麼 是在一個open的面上面 磁場 灌過去的 磁通量 是open的面 不是一個close surface Close surface 跟open surface 線圍出來的面 都是open surface 然後面 圍出來一個體積 就是close surface 所以如果只是一個線 圍出來 那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open surface 那如果是 圍起來是圍什麼 圍一個 球的話 這球不知道要怎麼畫 球有點難畫 圍起來 圍成一整個球 裡面有體積 那這就是什麼 這close surface 所以 close surface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 上面這個東西 那open surface 就是磁通量 電通量都是open surface 所以這邊 電廠的安培電率 寫出來 然後再來會有什麼 會有磁場的高射電率 那磁場的高射電率 我們 跟大家 講了幾次 主要就是說 在 這個 你如果說用磁鶴來看的話 這個磁鶴總是這樣 總是 成對出現 正磁鶴就有負磁鶴 所以 你 用一個體積 然後用一個面 真的包住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裡面的 正磁鶴跟負磁鶴 數目一定一樣 所以永遠等於0 OK 所以你有一個 4個 等式 就是所謂的 marswell equation 實際上 marswell equation 應該 還要有一個修正項 一個修正項 這個修正項 我們 在34.1裡面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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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